風橋抓酒駕 外星男也摘了 高雄市清晨再度風橋執行酒車領檢 不少喝酒上路的駕駛人 遇到藍檢要求進行酒測時 花樣擺出 一名計程車司機試圖假吹 警方告知全力後 車上女乘客反而幫司機嗆警 最後司機知道逃不過 配合吹氣超過標準招開單告發 而另一名計程車司機 則喝了提升飲料 酒測時差點超標 嚇到乖乖交出提升飲料給警方 表示不敢再喝了 而一名外籍男子 酒後開車載著女性友人 也遭警方難貨 酒測超標被帶回法辦 領檢過程中 一名女騎士喬中迴轉逃逸無蹤 甚至有兩輛汽車高速衝過領檢站 其中一步事後還開回現場自首 但警方依照規定 照樣開出據測罰單 風橋酒測前務 共查獲6名酒駕 其中3名遭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蘋果日報地方中心 暴雄報道